换上巴西队球衣 眼前这一名龙芒人士卡洛斯 他是巴西队的超级球迷 虽然从小失去听觉 直到14岁也因为患病而失去了视觉 但却没有磨灭他对足球的热爱 为了能够让卡洛斯像普通人一样 观看世界杯球赛 他的朋友兼首语指导 就想出了一套独特的方式 使用迷你足球场模型 为他同步解说赛事 正当电视直播足球赛事的时候 首位指导师会握住卡洛斯的手 以快速的手势 在模型卡上为卡洛斯匕首画脚 同时有人在卡洛斯背后 比划球员套马 让卡洛斯第一时间可以知道 球队什么时候发球踢进龙门 甚至哪个球员受伤摔倒 这种想法 我认为这种想法 我认为每次都要选择 更多人都要得到这种赛事 在一般热心轮士的一切帮助下 卡洛斯也能够像普通人一样 在比赛直播时为心爱的球队加油打气 虽然听不见也看不见 但是可以跟着球场上的人 一起失落一起兴奋 一起定章一起追逐 对足球的热爱 优秀 优秀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